親民伯母要特別注意喔 飲藥宿標是說 臺灣柱南火災有九十七 都是民眾不洗禮做生的 所以就花甘心 帶親民眾去柱南有用到火 就要洗禮 也是感覺很緊張 魚池到火這個我覺得它比較 難救的點是在於 它的保全對象比較多 包含學生 包含一些鄉民 那甚至是包含我剛剛講的 電塔的部分 經濟農業部連結束的統計 臺灣心臨火災五百分之九十七 都是因為因素作生的 這幾年因為氣候變成 如果剛好長時間的可怕 心臨氣候就越好打發 連結束說 當年十月到今年的四月分 中南部天氣打算 比較會發生心臨火災 現在要清明 民眾不希望可能用到火 臨氣素要用細胞感染 提起風險 透過這個跟氣象的結合 那我們預估說 哪些地方呢 就是長期乾旱 那是一個 這個森林火災的高風險地區 災防細胞的告警簡訊 讓民眾知道說 你所處的位置 你已經進入到一個高風 森林火災高風險的地區 那特別要注意 不要去用火 大部分其實墳墓周遭都是芒草 那芒草燒的速度又特別快 火星真的不小心把它吹到 我們的那些比較容易的一個燃料的時候 那可能一下子風一來就整個就往上燒 一秒鐘它可能可以三公尺的距離 就火就過去了 電壓宿這尊也在台北市辦特別電燃 用清標準火跟火打火 電燃中也有活動總體 讓民眾了解心靈大火有多恐怖 也讓小孩和參觀的民眾了解 以往心靈火災的重要性 記者公民有開代報報道